這裏說習近平7月1號是否來香港 劉剛華說的未有資料 那究竟未有資料啊? 即是中國政府未通報給香港政府聽 還是香港政府知道的資料他不說呢? 就因為兩個字即是安全 所有都是的,全部世界政要來香港都是的 早前一個印尼總統來香港的保安安排都很高格調 但是安全兩個字 你看回一件事就是習近平來香港7月1號 但已經很多媒體已經說了 他怎樣幾多號來香港幾多號走 都已經不是秘密的了 但你很離奇地說 即是很出奇地說 中國政府和香港政府很低調地處理習近平來香港的消息 為甚麼呢?跟大家分析一下 那媒體說習近平什麼時候會來呢? 就6月29號會來香港 即是到香港 那幾多號會走呢? 就7月1號當天會走 那來香港之前就會在深圳停留 那深圳停留 那為甚麼會這麼低調呢? 你看回一件事就是 來香港之後就是中共的十九大 十九大就是人事變動 不用說話 是中共 即是比 我想不要說中共在外面都幾關注的一件事 人事變動 哪個上哪個下 那樣 他就為了這件事 其實為了十九大 就不想在香港出事 就想很低調 甚至近來都是很低調的 那樣 不想有甚麼刺激香港裏面的人 那樣 那唯獨是張德光呢 就反調 唱反調的 那張德光在解釋他那個所謂基本法那裡 他就很明顯地不理習近平的感受 習近平經常說的嘛 一國兩制不變形不走樣的嘛 但是張德光他這樣說呢 說到變了形走樣 對不對 你想想十九大來講呢 已經傳到張德光是沒有機會留下的嘛 因為老爺嘛 已經七十一歲了 張德光 已經是老爺來的了 老爺已經在共產黨來講 十九大來講不要的了 那不要 那樣 他就是 習近平不想在香港出事 就不想在這個時間 但是刺激香港人啦 講過啦 那無獨有偶 張德光又在那裏大做文章啦 那外面的郭文貴又在那裏大做文章啦 那來來去去都是一樣的嘛 人事變動 那他是想十九大裏面人事變動 那有誰會留下呢 那王岐山會不會留下呢 那王岐山都差不多失實了 那會不會留下呢 那你看回咯 如果王岐山留下的 就是證明習近平 就是外面郭文貴講的說 習近平不相信王岐山 如果習近平十九大之後 王岐山留下的 那證明習近平和王岐山沒有東西咯 對不對 你看回一件事就是說 你現在其實 經常都說江派和習派 即大致上那些人是這樣說 分兩派 其實 講直接點來講就是利益衝突咯 對不對 即利益的就是江派 江派以前就是江澤民 管治維流下來那幫權貴 那現在 那麼多年十幾年了 他掌握了中國裡面很多經濟命脈或者財富 你習近平一上台之後 你就想用反貪來清洗我的財富 我老實說一定跟你死過啦 甚至你反貪 即反貪的那些官員 即江派的那些官員 掃的那些所謂江派官員 那你在中國裡面來講 官商勾結這兩個字呢 絕對是不新鮮的 即是很普遍的 即你沒有官 何來有商 對不對 他講到明白的啦 經常都講 你沒有黨 即是黨 即共產黨 何來有你的商家佬 你哪有這麼多財源滾滾來 對不對 你看回裡面整個中國形勢來講 中國形勢來講 習派 即是王岐山為首的 是掃蕩某些人的 即使某些人的財富失去了 因為 你看回一件事 你看回裡面 現在中國裡面去反貪 那個情況 不斷地捉 你想想習近平來香港之前 又對宋林 甚至孫淮山之前講過 他高調 即是孫淮山已經判刑了 肯定判刑捉了 這些很高調來講 這兩個人 宋林和孫淮山都跟香港有關係 宋林在香港這麼多年 他在裡面的人物 即是在香港裡面認識那個網絡 人物 即是人物 即那個網絡 都幾熟 孫淮山之前講過 他對那些什麼愛智堆 都是其中一個幕後的控制人之一 那你看回現在習近平來香港 即是如何低調 他就不想在香港 他來香港之前 或者到香港出事 所以 這麼低調去講這件事 即是講一下 即是不公佈習近平來香港的原因 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 安全是一個問題 第二件事 就是中共十九大 之前 他不想在香港裡面 有任何大事在香港發生 個人意見 獨立思考 講完